气候变迁造成海平面升高 五国在太平洋的友邦土瓦鲁也面临沉默威胁 而土国外长科菲16号在埃及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 宣布成立全球第一个元宇宙国家 要将珍贵的历史文化保存在云端 以对抗全球暖化的危机 随着气候暖化 海平面不断上升 眼看着领土一寸一寸的没入海水之中 土瓦鲁学定成立全球第一个元宇宙国家 科菲站在数位小岛上 对着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的成员国发表演说 他说单靠自己的力量 无法阻止气候变迁持续恶化 为了避免亡国 土瓦鲁只好复制岛屿跟地标 在虚拟的世界中继续运作 南韩的首尔跟加勒比海岛国八倍多 去年曾表示要进军元宇宙 提供行政跟理事服务 但土瓦鲁却是第一个把国家完成复制 数位化的国家 土瓦鲁跟我国建交43周年 总理拿塔诺9月初率团访台 双方也签索联合公报 全力确保土瓦鲁永久的国家地位 我们希望能和土瓦鲁 攜手面对气候变迁的挑战 并且努力实现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土瓦鲁有9个珊瑚岛组成 海拔最高不超过5公尺 本世纪末之前可能就会全部沉入海中 目前已经有7个国家 愿意承认元宇宙中的土瓦鲁 但可能还是有国际法的问题 成语的编译